对于微观实验室中的秀丽引甘线虫而言 在地球上的生命仅短短几周 与之相比 乌龟能活一百多年 老鼠们的寿命不过四年 但是对于地球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 公投金来说 死亡在两百年后才会发生 正如大部分的生物 大部分的动物 在达到性成熟之后便逐渐退化 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老化 但是老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过程背后有着既多样又复杂的因素 但从而言之 老化是由于细胞的死亡和功能紊乱所导致的 当我们年轻时 身体中的细胞会不断再生 来取代死亡或衰竭的细胞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渐长 细胞再生长过程变缓 此外老化细胞的表现也不如新生的细胞 这将使我们身体机能下降 最终导致疾病和死亡 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为什么动物们会有差异如此之大的老化模式和寿命长短呢 答案包括以下因素 例如环境和体型 这些因素在动物适应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反之也影响着物种的老化差异 考虑到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域的极寒因素 生活在此海域的格林兰沙寿命长达400多年 称为Konghog 北极格的北极格里寿命甚至长达500年 也许在这些海洋生物祖先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莫属南气玻璃海绵 在极寒水域中 它可存活超过一万年之久 在这样的寒冷环境中 新率和新陈代谢速率会减缓 研究者推理认为 这也将减缓老化进程 因此环境影响着寿命 当涉及体型因素时 通常情况是体型更大的物种 比体型较小的物种拥有更长的寿命 例如大象或者鲸鱼 比老鼠、大老鼠或者田鼠活得更长 同样老鼠们的寿命已远超苍蝇和蠕虫数年 一些小型动物 例如蠕虫和苍蝇 受限于它们的细胞分裂机制 它们体内大部分细胞受损时 既不能分裂也无法被新的细胞取代 因此它们生命衰竭得很快 因此体型对动物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进化因素 小型动物更容易受到掠食动物的袭击 例如小老鼠很难独自在野外存活超过一年 因此它已经进化为更快速的生长和繁殖 就像一种针对其更短寿命的进化防御机制 相比之下 体型较大的动物更善于抵御捕食者 因此它们有充裕的时间长大 并在一生中多次繁殖 体型因素也有例外 比如蝙蝠、鸟、蝶鼠和乌龟 这些动物有其他适应方式 让它们免遭掠食者的袭击 有些动物虽然有着类似的特征 例如体型和生活环境 但是老化速度却完全不同 对于这些情况 基因的差别 例如每个生物细胞如何应对威胁 常常影响着寿命的长短 因此这些因素的结合 在不同动物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我们在动物中看到了寿命的多样性 那么我们人类呢 如今人类平均寿命在71岁 这意味着我们寿命远不及地球上最长寿的生物 但是我们人类很善于延长寿命 早在20世纪初 人类平均寿命仅仅50岁 自此以后 我们通过控制诱发死亡的各种因素来延长寿命 例如环境和营养 这种与其他延长寿命方法的结合 将让我们人类成为地球上唯一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物种 动物王国中充满着让人惊叹及惊叹怪异的生物 通过这个视频了解大象非凡的记忆力 或这个视频了解世界上最富力堂皇的动物之一 猫咪王国